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亲友医生 今天我们聊什么话题 聊一聊自视和衰老之间的关系 那么每个人都会老去 但是有一句话 亲友医生想说 您可以优雅的老去 健康的老去 但是不要加速的老去 这个是我们尽量要避免的 那么首先来看 第一个什么是代谢衰老 因为衰老跟代谢之间密切相关 包括什么 激素水平的变化 营养感应的紊乱 基因组的不本定端立的磨损 表观遗传的修饰 还有泄立体功能的障碍 蛋白稳态的缺陷 还有细胞的衰老 细胞间通讯的改变和代谢率逐步的下降 这就是老年人发生的代谢的变化 那么现代生活方式和代谢衰老 可以说是息息相关 那么我们看一看到底是什么 加速了我们衰老 向衰老的这条道路上走去呢 那么这个一定要避免 第一个就是加工食品 营养的失衡 接触环境毒素 等这种多方面的因素 会对细胞造成一个相当大的代谢负担 导致什么呀 氧化应激 内脂网应激和炎症 最终导致细胞过早的衰老和代谢衰竭 好好想想 我们是不是大量的吃着过加工的食品 操加工的食品 所以这对我们的身体都会带来很多的负担 第二个就是肥胖 肥胖 肥胖 肥胖会加速衰老 因为肥胖的相关代谢失调和正常衰老 它中观量的代谢失调是非常的相似的 惊人的相似 肥胖和老年人的脂肪组织免疫学特征 几乎就是一样的 相似的 在肥胖症的患者中 脂肪组细胞过度利用会导致什么呀 失去最特有的特征 表现出衰老的表情 因为它可以诱到大量的炎症因子和区化因子的产生物 所以说肥胖是衰老的一个促进剂 促进的作用 第三个是什么呀 过度的热量摄入 大量的食物的摄入 热量的摄入 以及暴露于环境压力源 压力大呀 现在的人压力越大吃的越多 吃的越多压力越大 形成了一种恶性的循环 这都是自视极致 不堪重复 从而在生命早期损害了细胞的复原力 因此细胞衰老比预期的会更早 促进了很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年轻人得带系性疾病的原因 很多年纪轻轻的人 高尿酸血症 高血压 高血糖 糖尿病 早早的发生了 很多二十岁三十岁的人比比皆是 第四个 昼夜节律的紊乱 昼夜节律的紊乱 会加剧细胞的衰老 这个很多人为了追网剧 为了刷豆瘾 为了这个追剧等等 总之特别喜欢熬夜 但是呢 这个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是非常有害的 因为它会加速您的衰老过程 好 那么今天您了解是什么加速了我们的衰老了吗 也欢迎大家关注气候医生更化健康 我们明天再见